在京都这几年积极的推动所谓这个庭屋的活用啊改造 那时候去的所以好像景佳的住宿体验这件事情 好像还不错这样子 那我们整个从命名开始到整个的concept就是 因为我们叫小独一嘛这个区域其实还蛮活络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声音其实是还蛮在地的 对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这边住的时候 除了我们看京都或拍照 像他喜欢拍照 那也是我们可以稍微听一下京都的什么特别声音 这一间就是我们共用的客厅 一楼有一间房间在最前面那上面有两间房间 所以房子就这么大 然后我们也不想要真的塞太多人这样 就是以营收来讲当然越会越好 但是还是要取一个平衡的就是在舒适跟营收之间 我们要取一个平衡这样子 当时会选这边的原因是 第一个是他就在京都浴所的旁边 因为京都浴所就像是一个公园啊 那大家就是以居民来讲他们也是常常会去那边散步啊 原来那边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 对那京都越岩跟二条城 二条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吗 他就在我们算是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这样子 除此之外就是这边的车站其实去所有的 大家想去的一些大景点都可以自大 以金庭家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来讲 就是这一段原本就是一个叫做火带的地方 那京都金庭家的构造就是这样子 就是让这样可以通风 那夏天就比较不会那么热这样 或者说厨房煮东西就可以比较容易飘出去 这种老房子啊 因为木造的房子嘛 那可能隔音上都比较没那么好 很怕噪音或者很怕听到声音的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样子的环境就比较不适合你来这边住 因为可能会怕你晚上睡不好 或者是说因为是一个共用的空间嘛 喜欢交朋友喜欢跟人交流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的空间会还蛮适合你 刚来的时候想法什么的都是外国人的想法 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注意到说日本人在想什么 京都人他们的生活的居住的区域很小嘛 所以人跟人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 那大家尽量讲话稍微不要那么直接 就大家以后日后好相见吧 对 抓到诀窍以后就会觉得 其实这也是一个他们体贴 他们觉得他们体贴的方式 好京都很挤嘛 那我开始会对于那种就是可能来京都很多次的客人 就会接他们可能去一些比较临近的县外的地方 像那个在滋賀县 别怕扶旁边 从这边也是可以直接搭地铁就会到 对啊 那边就相对的比较空一点 那他们的寺庙的腹地也比较大 拍照什么的或是上衣什么的 会比较舒适一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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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本身是 非常喜欢 大正时代的作品 对啊